大家好,三月份之后,朱顶红基本都已经冒花见了 那么在它冒花见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打它的主意 让它这个花梗冒得更粗 到时候开出来的这个花朵才会更大 其实想要朱顶红它的这些花梗冒得更粗的话 有几个必要条件我们需要满足的 首先第一个,朱顶红一定要把它挪到室外去 让它接受到充足的光照 在这个温暖的阳光下面去晒一晒 朱顶红它的营养积累更快 它的种球生长速度更快 吸取的养分也会更快 那么它这个花梗它的生长速度也会更快 第二个,要给它补充到充足的零元素 这个朱顶红它花见冒出来之后 它对零元素的依赖是比较强的 我们在现在呢,给它补充到充足的零元素之后 它的这个花梗呢,就能够迅速的长大 迅速的长出 让它在往后的一段时间呢 这个花朵开得更加硕的 那么在现在呢,给它用这个醋花 吹花形的营养液就可以了 它里面的零元素含量比较充足 能够让它这一杆花快速的膨大 达到一个合适的状态 那么它这个花朵的开平 也会被适当的拉高 那么第三个,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 它的这些叶片 不要让它的这些叶片长得太多 如果叶片太多的话 会影响它这个花梗的生长 给它留两到三片左右的叶子就可以了 能够让它这些花梗吸收到充足的养分 去长大长粗 那么它开出来的花朵才会漂亮 才会硕大 在猪顶红它冒出了花剑之后呢 一定要注意给它使用这三个方法 才能够让它的这些花朵 花剑长得更大更粗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